学生们在舞台上认真排练 准备成果公演 2014一期舞动 全国原住民族儿童及青少年族与歌舞聚近赛 28 29号两天举行总决赛 成绩出炉 国小组总冠军是台东县土板国小 国中组冠军则是台东县 比茂国中 高中组冠军花莲县花莲高农 大学组冠军则是屏东县 大人科大 而冠军队伍结合族群语言与文化特色 将在成果公演中再次展现比赛舞马 歌舞剧竞赛不只是比赛而已 透过歌舞剧中的文化内涵 让学生能更深入接触与了解族群文化 比较常是在舞台部落去做田野调查 有一些同学是舞台本部落的 或是卢凯族的 他们学习到他们自己的东西 可以带回去他们部落 那是一件 就等于是一个文化传承这样 2014-17五栋总吸引北中南东地区 学校族人学生参赛 对传统歌谣传承也具意义 接着我们将打给我台北市 财宝报导 好 好 好